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Viu 上兩集講完粉底和遮瑕 今次我們會講碎粉 碎粉是非常重要的 為甚麼呢? 我們要妝持久 不要太容易出油 沒有太容易脫妝 但如果塗太多 又真的有反效果 所以今集會教大家怎樣去塗 一般來說碎粉 我們會有一瓶的碎粉 其實這一瓶的碎粉 一般來說會有些分保濕 或者有些分控油 而且有些碎粉 裡面會有一些閃閃的粒子 看回你自己 如果皮膚帶乾的話 你真的沒有出油 你可以用一些閃的碎粉 而上碎粉其實也有分兩種 有些會是用POP 或是用掃 其實一般來說 你的臉上有很多遮瑕 我們會建議用POP 因為用POP 可以這樣印下印下 就不會把遮瑕推走了 第二 如果你想自然的 就可以用掃 掃 掃一般來說 都會設定得比較滑 我們可以塗在面上 它沒有那麼厚 亦可以推走多餘的碎粉 還有我們還有一些 叫碎粉餅 碎粉餅 碎粉餅是甚麼 碎粉餅 一般來說 就有些人說 碎粉很散 用完之後 會倒到周身 或者整個桌子 我們就會用碎粉餅 只不過是把碎粉壓成了一餅 其實跟碎粉一樣 好 那現在呢 我就先試一下如何塗水粉 好像眼袋的地方 我們會輕輕鋪一些水粉 那為什麼我們要鋪下去呢 因為剛剛下了遮瑕膏 所以我不會大力地拖 如果有時候剛剛很大力地拖 的話 很容易就會把我們剛剛的遮瑕膏 遮得很辛苦地推走了 好 慢慢地印下去 好 好 眼蓋的地方 很多時候雙眼皮深的 都會有摺痕的 我們必須要先推掉 然後再加一個碎粉 慢慢地印 好 鼻翼的地方 剛剛下碎位 下了遮瑕膏 甚至乎剛剛那個面 有一些雀斑膜 我們都可以慢慢地鋪下去 以按壓形式地印下去 令到它貼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掉 好 好 最後呢 我會再拿一個大碎粉掃 OK 我們會在一個 我通常的做法拿少少 在蓋上 底面這樣印 OK 那印到呢 碎粉掃 充滿了碎粉 就不是一拿一批 這樣放下去 好了 我們就分兩種手勢 一呢 就推 推呢 如果你的皮膚都漂亮 沒有下遮瑕膏 只是有些粉底 那我們就這樣推 OK 然後呢 你這些下遮瑕膏的地方 我們就印 發邊位的皮膚很漂亮 那我們就這樣推就OK了 那很多時候 我們碎粉掃都會設定滑些 會一些雕樹毛 或者一些羊毛 馬毛 那你記住 我們都不會把碎粉掃 這樣刀自己的 我們通常要打平這樣掃 這樣就會比較漂亮 更滑些 而最後呢 我們就會再用一個 現在伸出了的碎粉刷 就是把你多餘的碎粉 拆掉它 慢慢地掃掉額頭 鼻 臉 臉 位的地方 這樣呢 把多餘的碎粉掃走它 讓它不會好像看上去 很厚粉 那樣 而最後呢 我自己就會通常用手背 再試一下 究竟會不會很滑身 因為我們一定要做到 是很滑正 完全沒有黏的感覺 我們的妝容 才能保持到六至八個小時 不用 如果你現在黏住的話 其實很快 過兩個小時就出油 就會用 但也會有很多女生 會跟我說 其實我們有用開一些 2-way cake 這些2-way cake 其實乾十兩用粉餅 或是compact 其實有什麼用呢 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補妝用的 我們多數都會用 Pot 或者用掃相 但這個 通常我們每個小時 可能隔了四至六個小時 或者六至八個小時 它真的出油和 用紙巾印油 然後再用2-way cake 塗上去 通常我們用Pot 這樣慢慢推 或者印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通常化妝師 會建議 底妝千萬不要用2-way cake 開始做戲 因為如果沒有 就會覺得比較厚 和比較容易用妝